已久三空年有少数走后 日本政府将被活动控制的赛德克组军 前到现在的青榴暴禄 刚刚已经有93年立宿 就感谢当时 抢做他们的麦丸暴禄 泰鸦组林 每年年车到的早就事务 请访麦丸暴禄 感谢当年的云地 青榴暴禄组林 今年库大办理纪念华丹 除了纪念这段立宿 也向麦丸暴禄的泰鸦组林 表辞感谢 青榴暴禄 厄称93亿年纪念 青榴暴禄的作人 提到事物 请麦丸暴禄的作人享用 这种的技术 来感谢他们当年 对武侠书兼为足的帮助 再会让两百块 为他努力付入 会得来尊华 并且在青榴暴禄建立 深家乎 他们当时来 真的是衣服都破破烂烂的 后来是有梅丸的 全村的村民 发动这个爱心 来赞助 清流这个居民 让他们从物色事变 逃到这个地方以后 能够得到饱足 一直到说回馈的 这种的历史过程 他们每一年 只要有收获 就要送到 有几斗米送到梅丸 1931年的5月6号 无许是怕控制的围族 比较成到现在的 传统堂青榴暴禄 集中来管理 当时夹后 医生的两百多围族人 如果在驾驾当中 堂过每一天 就连青榴暴禄建立港湖 就非常困难 后来加在隔壁 埋完暴禄的 贪亚族人 协助他们生化 我们的长辈 其实是不太愿意 去碰触这一块的 它是一块很伤痛的历史 所以我们这一代是 在爬树的过程 其实是相对困难的 对对对 所以今天这个活动 我觉得它的重要性 不只是一个纪念性价值 更是串联老中青三代的 一个文化脉络 我们后代的子孙 一直感念说 眉眼部落 有给我们很大的帮助 所以说我们社区 今天就以这个背部圈 还有感恩雷远部落的心 来举办这个活动 这次九十三十年的 纪念话中当中 还有包括 其中介绍匹签的历史 不少外地的朋友 也特别来参加 其中台台国籍的厨 也带到三位外籍的学生 正来了解这段历史 台大国际处 带着他们的外籍贼征 来到了部落 从早上的 介绍我们的部落历史 然后一直到 体验我们部落的文化 他们也很开心的说 参加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圣会 让他们更了解 我们部落的人文跟历史 头过这段纪念话中 除了让各个人了解 无所思考 还有剥签的历史以外 也希望清流 保禄的新生台作人 爱会记得 早年买我们保禄 作人的温情 静静逐温 这段的好海 既然欢迎 插风报道 我们下期以后 明镜需要的